Hello, 又到說故事的時候 今天的時間是2022年6月5日 故事的主題就是兩種值得思考的人 開始了, 現實中有兩種人是值得思考的 避免了誤會或者你們聽得方便些 所以我們就分別用甲和穴來表示 甲這個人一生都是做好事 從來都不會做壞事 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人人都記得他的時候 就是記得他只是做好事 而穴呢, 什麼壞事都做盡 好死不會見他做過壞事 所以很多人都記得阿甲就是做好事 阿穴真是壞蛋 阿甲差不多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當所有人需要他幫助 需要他的愛心 需要他建議勇為的時候 只要他在這裡 他就讓他知道 他總會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會覺得他是一個很無私的援助 和真誠的關懷 而阿穴呢, 哼, 壞到不得了 不良嗜好全部齊齊 甚至被人說他是一個不良的少年 將來成長的時候 將來成長的時候 長大後 都會是一些不良的人 什麼事都做盡了 你明白了 很多壞事都跟他黏了一堆 儘管不是他做也好 其他人一想到 他有阿穴在場 或是阿穴的名字 或是關於阿穴的消息 就會覺得是他做的了 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親近阿甲 而阿穴呢 哼哼, 有那麼遠 走那麼遠 好像瘟神一樣 沒有鞋玩劇酒 所以成為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阿甲和阿穴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 所以很多大人 希望他的小朋友 都跟多些阿甲一起 和阿甲一起學習 但對於阿穴 就經常都說他壞話 跟小朋友說 不要學他 將來他就是這樣 如果你學他 有一天 有個小朋友掉落水 每個人都希望快點 叫阿甲出來幫忙 阿甲總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 亦都不會辜負所有人對阿甲的期望 都感謝阿甲的時候 做送到很多錦旗給他 甚至媒體都會寫一篇稿 多謝阿甲 如何救過小朋友 亦都因為阿甲做得好事 太多 所以媒體都說了很多 多到寫阿甲的時候 然後阿甲自己都忘記清楚 我做了一件好事 多少件 真是忘記了 而阿穴 普遍的人都會說 這些人得不到報應 都要他快點見炎流黄 而且你看看阿穴 每天在街上走來走去 那些人見到他 又恨到他死 嘴巴不敢說 心裡就在他 快點死吧 為什麼又那麼多人死 都不見你死 好了 日子一天一天這樣過 一年一年這樣過 很快阿甲和阿穴 就已經步入了中年了 阿甲的身體 亦都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亦都沒有能力去做好事 有心都沒有能力 他連門都出不了 而阿穴 過去的模樣 又是朝朝遙遙 旁若無人 繼續去做他的壞事 生活中 又不需要幫助的事 都越來越多 但是 越來越不見阿甲的影 也不見阿甲的人出現 每當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人們就會問 阿甲呢 為什麼阿甲不來 他去了哪裡 是否要幫我們 當然時間一耐了 人的抱怨就會越來越強烈 開始對阿甲就不懷疑 都去到懷恨起來了 而阿穴呢 人家一早就習慣了 他就是這樣了 你希望他做些什麼 所以這段期間 到中年 阿甲和阿穴分別 已經有些差距 由遠 開始拉近 不是因為阿穴進步 是因為阿甲開始退步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有一遲 有一個區的人 突然間發生了那些盜竊案 是入屋盜竊案 今天就是阿張 張家給人偷東西 隔幾天就是李家給人偷 而這部村的人 就開始人心惶惶 突然有一天的半夜 賭鬥聲 嘀啵 吵醒了淑水中的人 那些人當然不敢出來 又不知道什麼事 到天亮後,大家就發現原來是阿玥 阿玥做什麼?原來他很勇敢地捉了一些賊 最終都是制服了他 不過阿玥就因為這次去捉賊,令到住醫院 人們就紛紛去醫院去探望阿玥 還說阿玥捉了賊 周圍說,很多人就越來越知道阿玥的英勇事跡 甚至幾天幾天都去探望他 而在這段期間,因為阿玥捉了賊子之後 他們就可以睡得很安全很安心 人們亦都被阿玥這件事感動得熱淚迎香 亦都把過去的對阿甲那種功勉堂皇 如何英勇事跡,如何好人 這些所有美語,所有的稱讚 全部給阿玥 《幻家愛》當初一件事 叫做浪子回頭金不換的美語 覺得他這麼差,由一個壞人喪盡天良 突然變回一個好人 所以就說他是浪子回頭金不換 過了很多日後,人人都在評論這件事 還在說一句,真是知人厚面不知心 關鍵的時刻,為何阿甲又不會出現呢? 好了,故事就說完了 那你就在想一想,為何這個題目叫值得思考的人 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 只是因為在其他人的眼中 到他有需要的時候 一個出現和不出現,這麼簡單? 還是看他過往做過什麼事情 而導致他這樣的事?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有一句就是 無論你做人也好,上班也好 對一個人好的時候 記得不可以沒有底線 適當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的 好像眼燈一樣 偶爾吃一吃 你明白嗎? 希望你明白 亦都看過到這個故事裏面 要你值得思考的事情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完畢了 如果你們覺得好聽的 希望你們去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以及給很多人去分享看這件事 而最重要的就是記得訂閱和讚我們 每一次你的讚賞 會對我們是一個值得的鼓勵 好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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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